随着三重铜矿的大火成功 毒液也将彻底融入蜘蛛侠宇宙 而之后将迎来蜘蛛侠与毒液的重磅合作 一外星生物 自游女神像下 在荷兰第三人的聊天中 加菲得知 其他两兄弟都有核外星生物战斗的记录 这里初代讲的黑色年夜 毫无疑问正是蜘蛛侠3的毒液 而荷兰蒂讲的就是紫属精灭霸 看到两个兄弟都打过外星人 加菲由衷的羡慕 也想打外星人 而之后将在超凡3里得到实现 暴毒液 在片尾菜蛋里 汤老师由于其博士的施法 来到了荷兰蒂所在的宇宙 而这也让毒液对蜘蛛侠产生兴趣 并且在酒馆里 他也了解到 这个宇宙里遍地都是超能力者 而这其中就包括钢铁侠 浩克 以及沉迷于收集石头的灭霸 随后正当他准备去明月 找蜘蛛侠咬了时 由于奇异博士成功施展了遗忘咒 这也让刚来到这个宇宙的汤老师 化身金光原地消逝 可桌面上却遗留了一滴毒液 而这应该就是为荷兰蒂准备的 因为遗忘咒的成功 荷兰蒂被全宇宙遗忘 毒液大概率会趁他无依无靠之时 完成融合 届时我们将看到新一代的毒液蜘蛛侠 三同起 由于英雄无归的大获成功 总理决定重启超凡蜘蛛侠三系列 关于加菲会不会出影 他在采访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更有传言由于多元宇宙的开启 奇异博士在传送时 将会让唐老师的毒液和加菲完成融合 届时蜘蛛侠宇宙将会更加疯化